中廣論壇 歡迎再次回到中廣論壇 我是今天的當班擂台組 中嘉賓 來組冰冬的窮家賓 好 那麼今天一開始呢 我剛剛在進來之前 聽到錄音室的新聞廣播 還有看到今天的晚報 哇 先講這個晚報 我看了 覺得自己有點汗顏 因為早上下午在辦公室的時候 他這裡面標題說 去年畢業生的軍心 是一個數字 是三萬起跳的數字 我想到說 我想到我當年大學出社會的時候 好像差了一大截 沒想到經過了這麼多年 畢業生的軍心還蠻不錯的 但是心裡覺得汗顏是說 我在助理屏東跟台北的助理 好像不曉得有沒有這個行情 覺得檢討一下自己呢 雖然用的是立法院給的公費支付給我們的助理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個能力的去調整 所以明年開始呢 應該要給自己的助理調薪 如果今天幫我準備 今天論壇資料的助理們聽到應該覺得 下次要幫老闆準備有關於這方面的題目 讓大家注意到要幫壽星階級要調薪 這很重要 就不說三次了 那另外呢 是一個幫我們評論的鄉親做個澄清 剛剛我也是聽到剛剛的廣播新聞提到說 最近在議題在炒作的包括雲林縣 就是這個韓國瑜市長的太太李嘉芬所擁有的農社 今天說已經賣掉了 而且賣家剛剛聽新聞是户籍在高雄的陳小姐 但是呢 最近我這兩就是剛才在看網路的新聞 有一說呢 是說是設在一個萬丹的園藝行的陳姓 也是老闆娘 哎 我自己就是我的選區包含萬丹啊 所以呢 我有萬丹的朋友幫我問了一下 結果那老闆娘說 萬王哦 很多記者卡來門 明明對不起 哇 拜託也不要卡 所以呢 你會發現 台灣的確是 新聞非常的快速 但是呢 這個訊息呢 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確 有時候在還沒有經過查證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被張官李戴的當事人會很困擾 那個陳姓老闆娘說 不要卡啦 不是我買啦 是設在我們屏東萬丹的一個園藝行的老闆娘 他說 這個李嘉芬的農社不是我買 可能是 是不是涉及在户籍高雄的陳小姐呢 還是另有其人 有興趣的朋友在進一步去追蹤吧 好 那今天呢 講完了比較輕鬆的議題 我們來談一下 為什麼表示底下的議題好像很嚴肅嗎 沒有錯 其實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幾天前的報紙的社論 有提到說 美國退出忠誠飛彈條約 是想幹嘛 哦 這個呢 可能是會引發北京的不滿哦 最近有關於這個兩岸的議題 大概會被集中在關於軍售的部分 上星期美國總統川普批准了賣給台灣F16V的先進戰機 好像呢各種意見都有 好 反而是這個忠誠飛彈條約呢 诶 反而比較少人關注 可是呢 卻被啊 某個報紙呢 拿來作為社論 所以呢 我想就來這裡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這個所謂的忠誠飛彈條約到底是什麼 其實呢 這個 這是美國跟俄羅斯的陸 陸基中程飛彈 也就是說 他對於潛艇裡面發射的 空中發射的 不算在內 要從陸地發射的 那那時候呢 美國跟俄羅斯有簽訂了 這樣的一個中程飛彈的條約 那現在呢 美國退出了 就說我不再遵守了 那當然呢 美國退出的原因是說 俄羅斯你都不遵守 可是呢 條約嘛 對方不遵守 你應該要求對方遵守啊 啊你自己退出是什麼意思呢 因此呢 在那個報紙的社論就說 美國藉此退出 中程飛彈條約的目的是 他要開始在部署 從陸地發射的中程飛彈 好了 我們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不是每個朋友呢 都對所謂的飛彈有所了解 那麼中程飛彈 比較不是屬於戰略性的核子武器 一般我們說戰略性的核子武器 是遠程飛彈 或者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重返大氣層載具 我記得那時候在看到 所謂的重返大氣層載具 好像就把高中的 這個地球科學要拿來複習一下 因為呢 以前在前蘇聯 美蘇冷戰期間 那時候大家都很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因為美蘇雙方都握有可以把彼此的領土炸爛炸騙 幾十遍幾百遍的核彈的數量 那這些以陸地為基地的飛彈呢 是長城飛彈 是挖在那些沙漠地區啦 一個不容易遠離人的地方 在飛彈井裡面發射出來之後呢 他會先脫離我們的地球的大氣層 然後彈頭呢再從大氣層外面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呢是去命中 對我們美蘇雙方設定給對方的戰略目標 這些戰略目標有的是軍事基地 有的呢是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這個就是說美蘇的冷戰期間 雙方彼此作為嚇阻的武器 就是這種長城的長城飛彈 那這些長城飛彈呢 都是要打到大氣層之外 然後呢這個他的彈頭呢 再重返大氣層去命中目標 是洲際飛彈 那像這個中城飛彈呢就不是 那中城飛彈的射程比較近 那所謂的從陸地上發射 好啦 你要發射到哪裡去 如果美國要發射飛彈到 中國大陸到中國要亞洲 那一定要洲際飛彈啊 這一定要是重返大氣層的載具 才有辦法 那中城的陸上為基地的中城飛彈 你要部署在哪裡 你要對付誰呢 其實就話說到1987年 那個時候是美國跟前蘇聯 所簽訂的 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是因為 美國跟蘇聯在哪裡對峙 很抱歉都不在他們家門口 尤其是美國 美國隔著大西洋 隔著太平洋 他跟亞洲也沒有交接 他跟歐洲也沒交接 那他那時候的死對頭呢 前蘇聯是在歐亞大陸 那個這時候呢 蘇聯跟美國對抗的基地在哪裡 在歐陸 就是在北約 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跟華沙公約組織 華沙公約組織就是以波蘭東歐 德國就是前蘇聯陣營的國家為主 相對的 美國這邊也糾集了民主國家陣營 也成立了包括德國 法國 在內 希臘 英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好 那這時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跟 華沙公約組織 他們在陸地上有相連的國家是哪裡呢 就是波蘭跟德國 換言之 如果兩個 兩個軍事組織打起來 先衝突的會是誰 當然是波蘭跟德國 那個時候呢 由於蘇聯他握有的 就是地面傳統武器 就是坦克車 T7車的坦克的數量相當龐大 那美國北約組織認為說 依照他們的傳統兵力 恐怕很難抵擋得住 華沙公約組織的坦克攻勢 因此美國就建議說 那我們就在德國境內 部署一個忠誠的飛彈 就是用核子飛彈 核子彈頭呢 爆炸威力比較強 就是用幾個這樣的飛彈呢 一股腦的把華沙公約組織的坦克大軍 把它摧毀掉 那這樣的話呢 以職來取代量 避免華沙公約組織以量取勝 但是呢 在1987年之前 美國又這樣的計畫 跟北約組織的計畫呢 誰反對 各位聽眾朋友 你覺得誰反對 當然是住在戰場那邊的人 包括德國 包括鄰近的國家 他們當然適時反對美國部署 什麼潘星二號飛彈 千萬不要把飛彈放在我家裡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有沒有成功 的確在那個時候的德國 有些新興的政黨 也就是後來成為綠黨的爛傷 這些政黨是反核的 那我們聽到反核會直接認為是反核電 其實早期的反核運動在歐洲 是反對核彈的部署 因為北約國家他們當然不希望被華沙公約組織的軍隊侵犯 但是也不希望說部署這些核子武器呢 放在自己家門口 反而呢兩邊打起來先遭殃的是自己 所以在那個之後1987年美蘇冷戰和和緩之後呢 兩國就簽訂了所謂的忠誠飛彈條約 大家講好都不要去部署 放在陸地上的忠誠飛彈 那換言之 如果美蘇互相敵對 那不會部署在哪裡 就不會部署在歐洲啦 蘇聯也不會部署在波蘭 東歐這些國家的領土上 那北約也不會部署在德國 這些國家的領土上 那換言之 歐洲國家就不會變成美蘇 兩個陣營對抗下的犧牲品 好 那說到這裡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距離很遠 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屏東二戰的故事 這也是呢 跟現在是七月嘛 七月就是平安月 有人說是教校月 其實呢 有人說是鬼月啦 有人鬼月不好聽 就是平安月 都普渡求平安 好 在普渡的時候呢 在七月的時候呢 農曆七月我們來談談 這些鄉里傳說 其實媽祖信仰呢 是我們台灣 非常非常流行的信仰 很多地方都有媽祖廟 那媽祖廟簡單來講 裡面供奉的媽祖的神像 可以說是媽祖本尊的分身 分靈啦 分靈啦 所以呢 屏東有媽祖廟 萬丹也有媽祖廟 他們呢 就有點像是姐妹一樣 都是媽祖本身的分靈 好了 那你到這個廟跟那個廟 去拜拜 哪個比較靈驗呢 這就是說神威顯赫啊 哪一個分靈呢 比較靈驗 好 那屏東有一說啦 就是屏東的媽祖廟 跟我們萬丹的媽祖廟的信徒 在說 什麼人的媽祖好有夠爛 那就說到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台灣那時候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尤其是在我們屏東 那時候最大的 台灣最大的空軍機場 不是現在空軍官校的岡山 而是在我們屏東的空軍基地 日本人在我們屏東設置了當時 他們這個日本本土以外 最大的戰鬥機飛行連隊 也就是說 換言之當美軍要進攻 轟炸日本 他要避免這個屏東空軍基地 飛起來的日本的戰鬥機 來襲擊美軍的轟炸機 那先要幹嘛 你要暗殺 不是你要打掉一個人 先幹掉他身邊的保鏢 所以呢 美軍就先選定了 在台灣南部 這個最大的空軍基地 日軍的飛行基地呢 作為他們戰略目標 就來轟炸 好了 整個因此這樣的屏東 是受到波及 在日文叫做暴擊啊 在日在屏東 我們還看到有些文獻 說當年呢 這個日本 美軍的暴擊 造成了屏東市區的大火 因為那時候是木造的房子 真的死傷 傷亡很慘重 但是呢 独独我們屏東市中心 在這個 這類 這類 我們的火車站旁邊的 媽祖廟 這個持縫工呢 毫法無損 所以呢 後面 我們信徒就說 我們屏東的媽祖 非常靈 炸彈怎麼丟 都不會丟到 媽祖廟的頭上去 可是呢 萬丹的媽祖廟呢 有沒有被打中 有 如果你去我們萬丹的媽祖廟 他有一個雕像 是在回覆當年的情況 是一隻手 拖住的一顆炸彈 為什麼 雖然萬丹的媽祖廟 被美軍丟的炸彈擊中 可是呢 他是未爆彈 哦 傳說就是因為媽祖 把他拖住了 就沒有爆炸 所以我們萬丹的媽祖廟呢 也沒有被炸毀 所以屏東跟萬丹的媽祖 哪一個比較靈呢 你覺得是 丟炸彈都不會丟中的那一個 還是丟中了 被接住的沒有爆炸 比要靈呢 嘿嘿 這個呢 是我們屏東跟萬丹人 互相見面 互相開個玩笑說 什麼人的媽祖 那麼靈性 好 那我在說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現在雖然我們是成平時期 但是呢 的確軍事的部署 這些基地 是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但是無可避免的 這些部署 具有戰鬥力的軍事基地 飛彈基地 可能成為敵軍優先要攻擊的對象 所以當時在我們大臺北地區 我們有在這個 這個以前山珠坑有個熱射 南港那裡說要部署什麼愛國者飛彈 聽說附近的居民就 把愛國者飛彈部署在我們家旁邊 那到時候還沒搭起仗來 對方的飛彈先瞄準 我們在愛國者飛彈的陣地 先把我們幹掉了 這當然都可以理解 包括韓國在去年 對於薩德系統的部署 薩德呢 就是為了一個遠程的雷達 他其實為了幫助 這是說導引飛彈的一個遠程雷達 那你在韓國部署的薩德 這樣雷達系統 等於是靠近韓國的 中國附近的軍事目標 都在這個雷達的涵蓋範圍內 換言之等於 中國的解放軍都暴露在美國 跟韓國聯軍 未來如果打發生戰爭 等於是這個薩德系統 可以幫助美軍呢 幹掉了中國解放軍 在中國境內的各種重要軍事設施 你說那北京會不會很不高興 所以呢 連帶的 那時候韓國很緊張 就像當年的西歐的這些盟國 雖然一方面 作為華沙公約組織 希望跟美國緊密的結合 來對抗華沙公約組織 來對抗前蘇聯的陣營 可是又怕兩隻大象打架 中間的草皮被踩平 所以在德國就反對反核的運動產生 所以談到這個中程飛彈條約 美國退出 所以就有報紙評論說 那中國會不高興 英文表示什麼 現在美國的敵人不是俄羅斯 現在美國的假想敵是什麼 是中國 那美國的中程飛彈要打到中國 那部署在哪裡呢 哈哈 最接近的是哪裡 大家猜猜看 沒錯就是關島 所以呢前不久呢 北韓 金正恩 他也表達他要發展這個中程飛彈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 至少我 北韓發展中程飛彈的目標 要能打到你關島 意思說 如果你日美國部署 這個中程飛彈部署在關島 不管你要打我北韓 還是打我後面的老大哥打中國 我也可以從北韓呢 發射飛彈把你關島 炸平 哎 誰叫你那邊放飛彈基地 所以呢 大家會發現 軍備競賽 或是這種國防上的競爭 真的有時候呢 這是 這個人家說什麼 匹夫無罪啊 懷避其罪 你要是附近部署的飛彈基地 反而會成為先被攻擊的目標 因此呢 中國對於美國退出中程飛彈條約 並不是在於美國跟俄羅斯的關係有變化 而是擔心美國雖然跟俄羅斯 不再遵守這個國際條約之後 美國可能就是有意 在中國附近的陸地 部署這個中程的飛彈 要用來瞄準中國境內的軍事目標 那這樣的想法 有沒有遇到過其他人身上 有 其實就是美國自己 如果大家熟悉一個電影 叫做金爆十三天 是凱文赫斯納所主演的電影 當然他在這邊不是掩蓋乃迪總統啦 這是在美國古巴飛彈危機的時候 因為蘇聯透過貨船偷偷的把射程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彈道飛彈 把它拖到 其實應該不是彈道飛彈啦 應該也算是啦 放到古巴部署 那等於是美國的後門動開 整個包括華盛頓DC 都有可能在古巴的飛彈基地的射程之下 你想美國人能夠忍受嗎 所以就產生了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 金爆十三天 談的就是古巴的飛彈危機 那時候的前蘇聯跟美國之間 因為古巴的關係 所以美國的海軍不但派出了軍隊 也用YouTube的偵察機去偵察 而且還在古巴被擊落 差點就開始面臨到戰爭的邊緣爆發 我不曉得聽眾朋友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金爆十三天》凱文科斯納所主演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裡面很經典的對白 那時候美軍要靠近蘇聯的貨輪 因為貨輪上面被美國懷疑在的就是飛彈 美國的海軍呢 軍艦要過去迫使蘇聯的運輸 這個貨輪要返航 不能靠近古巴 這時候就發炮攻擊 結果呢 這個一旦炮彈一打出去 居然發射炮彈的指揮官 被在船上艦上 應該在電影裡面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嘛 就跟他說 要你打但是不要打中 這很麻煩 你要人家軍隊開炮 艦炮打又不能打到貨船 他說打中了貨船就變成國際糾紛 可是呢 你要打在他附近 意思說 這樣的一個軍事的行動 他其實是一種外交上的對話 意思就是什麼 美國的海軍不准你蘇聯貨輪 把對美國國防安全有威脅的導彈呢 飛彈運到古巴 但是我又沒有要主動掀起戰爭 所以我不會去擊傷或擊沉你蘇聯的貨輪 讓你有藉口來打起來 但是呢 我要迫使你退後 所以就要打在船艦的周圍 所以你要看 這個國防跟外交 真的在國際的一些國跟國的一些競爭跟摩擦跟衝突之間 的確是一體的兩面 到底這個國防是外交的後盾 外交是國防的延伸 所以呢 這些強國之間 他們的外交互動 往往伴隨著國防武力實力的消長 所以呢這個節目一開始啊 花了很大的時間跟大家介紹一個跟F16V有一點關聯又不是那麼絕對相關的就是在一個報紙上我們看到的評論就是對於美國退出入機中程飛彈條約 到底被視為什麼樣的動作 一方便被解讀說對中國可能是一種很不友善 可能美國打算在中國附近的陸地可及的地方部署這個中程飛彈 那這個時候會引發不只是雙方的緊張 可能在這兩邊的飛彈 會跨越的過程當中的國家都很緊張了 比如說 在去年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就去兩年還一年多前 我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的朋友說 你們台灣擔不擔心金正恩射飛彈呢 他打到關島啊 我說對啦 他如果打關島我們不擔心了 我們擔心的是他沒打到關島掉在台灣怎麼辦 我說那新加坡 新加坡朋友你擔不擔心 他說對齁 經理們這一講齁 我們新加坡本來是你們這個大象打架 跟我新加坡無關 萬一真的北韓呢 要跟中跟美國打仗 這個飛彈沒有打到關島 不小心飛錯方向飛到我新加坡來 我不是倒大煤嗎 當然這是純開玩笑的啦 不過呢 的確任何的國際上的軍備競賽 或者武裝衝突的疑慮 都會引起相對國家 包括不是衝突本身的 當造當事國的一個緊張 我想呢身為台灣 在在美中之間 我們也要做好自己的準備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每週一到五 上午十點鐘 邀請明家鄭村奇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好龍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上午十點 重磅出擊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每週一到五 傍晚五點鐘 邀請柯志恩 李俊毅 王玉敏 鍾嘉斌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下午五點 準時收聽 新聞網改版囉 重新出發 謝葉榮七點鐘 三十五分鐘早報新聞 李雅元十二點午餐新聞 黃麗鳳十八點新聞院 還有十分鐘早報 新聞早點名 理財APP 手機 桌機 收音機 鎖定中廣新聞網 新聞快右廣 全球大 中廣論壇 好 歡迎再次回到了中廣論壇 今天節目一開始談了兩個時事呢 又談了一個比較艱涉的議題 不過我們可以來談談電影 剛剛我提到的那一部 金爆十三天 不曉得你有沒有印象呢 不然接下來我講的呢 也是一系列的電影 都跟我們剛剛強調的 戰略核子武器 就是彈道飛彈 有點關聯的一個叫做獵莎紅色十月 是史恩康纳來演的 史恩康纳來 這個蘇格蘭的 硬派的巨星啊 雖然年紀已經很長了 但是還是很多人 很多影迷很喜歡他 覺得他是最有 最帥 最有魅力的 李零七 因為李零七的演員 換過好幾代啊 到現在呢 還是有人說 嗯 這個歷代的李零七 他最喜歡史恩康纳來 史恩康纳來是蘇格蘭人 而且呢 他也獲頒英國女王封為爵士 這個是好 那他的獵莎紅色十月之外 更加類似的主題呢 是赤色風暴 赤色風暴里的男主角呢 是丹左華盛頓 其實呢 這兩部電影 一個講的是 美軍的彈道飛彈潛艦 一個講的是 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 獵莎紅色十月 紅色十月是 颱風級的核子潛艦 他上面裝的就是 戰略核子武器 彈道飛彈 他呢一招紅色十月級的 這個颱風級的潛艇呢 因為他的這個推進設備呢 在電影裡面說是 寂靜無聲的 也就是說 他根本潛在海裡 懲伏在那裡 你美軍的反潛武器 根本偵測不到 他隨時可以呢 發射這個核子飛彈 把你美軍 美國的大城市 炸得稀里花啦的 所以呢 美國呢 最大的一個海軍的任務 就是掌握所有蘇聯 類似像颱風級 這種裝載戰道 彈道飛彈的潛艦 要隨時掌握他的位置 一旦發生戰爭 有可能怕他發射飛彈 我們就先發自然 把他擊毀 那擊毀他的攻擊型的核子潛艦 就是洛杉磯級 這個對洛杉磯 好 那這個電影呢 那跟刺激風暴呢 剛好就是跟颱風級的蘇聯潛艦不一樣 這裡面講的呢 丹左華盛頓呢 他是副艦長 那他扮演的就是說 他在阻止他的艦長呢 因為艦長以為接到了 是一個電報 一個命令 告知他說 現在已經美蘇打起來了 你要發射你前景上的 所有的彈道飛彈 那麼丹左華盛頓在裡面認為說 這個訊息一定要確認 因為呢 他們曾經斷訊過 因為潛艇潛到了 這個潛航深度啊 那他就收不到無線電的訊號 他必須上升 所以他跟艦長起了這個中途之後呢 就產生了一個 形同叛艦的一個對抗 艦長領導一批人 副艦長單手罰針盾的領導力一批人 那麼呢 要對抗這個艦長的決定 後來當然呢 英雄總是對的啦 最後的結尾證明說 原來那個電報並沒有收完 其實那是個演習 如果真的照艦長的認知 發射了核子飛彈的話 那蘇聯認為美國先發自人 當然毫不客氣的就把反擊的 飛彈都打出去 那美蘇就通通完蛋了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個是中程飛彈 那這個所謂的潛艇發射的潛射飛彈 他扮演的就是這種所謂的恐怖的平衡 當然恐懼的總和又是一個最近的電影 就是說除了可以從潛艇上發射飛彈之外呢 另外呢就是我們看到自從911這個恐怖事件之後呢 很多電影都在描述什麼 描述恐怖分子啊 想辦法去竊取這個又原料 然後製作成那個原子彈 然後呢用那個人肉炸彈一樣 自殺客就背著這個核子彈呢 跑到美國的大城市要去引爆 大概無非都是這種恐怖型的恐怖攻擊的核彈 那到底我們回顧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恐怖平衡 那後來為什麼要透過 軍武裁檢的方式來滅除 檢除這種 雖然是理性的計算 互相恐怖平衡是很理性的 但是萬一有瘋子 有人不理性 那是不是會造成 本來是因為保證可以互相毀滅對方 而保證了不會互相毀滅 我都雙方都可以把對方打死 所以雙方都不會動手 這是理性的判斷 但萬一有人不小心插槍之後 或誤會了呢 有人先動手的呢 那不是兩邊都死嗎 所以呢 後來這個戰略核子武器的財務協定之後呢 慢慢的就揚棄了這種恐怖平衡的思維了 但是呢 剛剛有提到說 互相毀滅的保證就是MAD 這種恐怖平衡 其實呢 也發生在我們現實的生活 在美國最常看到的就是什麼 槍支 其實有人在美國呢 人民可以擁有 合法擁有自衛的槍支 換言之呢 他們認為 你在美國的西部托方時代啊 呃 你沒辦法依賴警力來保護你 因為警察相當少 地那麼大 你家的田 你家的圓 必須要靠自己保護 所以呢 美國的國家 他們兩個信念 憲法當中保障人民擁有武器 因為他們認為人民擁有武器呢 才能對抗不義的政府 第二個 他們也覺得 國家的武力不能夠對你提供全能的保護 你要靠自己保護 所以自衛型的槍支 在美國是合法的 但是這幾年來我們常常看到 美國發生的很多 就是一個瘋狂的殺手 槍手可能是種族 這個極端種族主義者 去狂殺 去校園 去超商 三不五十就發生這種悲劇 但是呢 槍支的管制始終在美國 是一個被討論的議題 有人說 因為你擁有了自衛合法的槍支 所以歹徒不敢隨便下手 他哪天他拿了一把左人要打你 結果呢 遇到一個活力比他更強的自衛的人 他不是被打垮嗎 所以有人主張 可以合法擁有自衛的槍支 是一種恐怖平衡 就是所謂的自我保護 但是有人說 你讓大家都拿槍 歹徒也拿到槍 他不叫他幹起架來 大家都兩敗俱傷嗎 所以呢 其實不管是從國際戰 國際的局勢上的相互毀滅 保證相互毀滅 MAD的這個原則 還是在美國國內 要不要擁有 人民可不擁有 合法擁有槍支這個議題呢 始終是爭論不休啦 但是同樣在美國的槍支管制呢 在歐洲就是不一樣了 剛剛有提到了 歐洲的反核運動 一開始是反核武 所以呢 在1981年德國的波王 爆發了反對在西德部署 中程飛彈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潘兴二號飛彈 在1982年的6月12號 有超過100萬人 在紐約也有行反對核武 這也是好像是歷史上 最大的反核示威 是反核武 不是反核電 那1983年60萬 也是反核武的部署 所以最後呢 冷戰後期啊 反核運動 變成從三里島事故 到烏克蘭的車諾比 發電廠事故 反核武變成反核電 所以到現在呢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綠黨 包括我們在台灣 我們所熟知的 有這樣的所謂的 接近綠黨主張的團體 或政治團體呢 都是以反核電為主啦 反而人家 大家不會記憶的說 當年在歐洲 其實反核運動 是反對核武 所以呢 其實我們發現 很多人類的運動 都是知道人類文明 是透過理性 感性 而交互作用 而建立的文明 但是可能毀在 不理性的一種 誤解之下 所以我們怎麼樣 要理性的去控制 要避免不理性的 互相毀滅 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大家可以來 好好思考的一個議題 所以呢 今天呢 除了從中程飛彈條約的 美國的撤出 到談到歐洲的綠黨的興起 那來回顧一下 我們台灣 在這樣的一個 國際的一個 可能會 面對到的 國際衝突跟對抗 我們要如何自我保護 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來想一想 那 可能接下來 我們在接下來的題目呢 我們就可以來 或許來談一談 歷史上的巧合啊 那麼 今天我們前面 談到的幾部電影 如果你有興趣呢 可以再回顧一下 劣沙紅色十月 史恩康纳來 赤色風暴 丹左華盛頓 金爆十三天 凱文科斯納 應該我講這個 都不算是廣告了 因為這是純粹 喜歡看電影的人 所做的一個歸納 那如果大家 有興趣的話呢 未來可能還可以 跟各位來分享 從電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許許多多 不管是政治啦 經濟啦 還是社會的一些 現象的反射 尤其是 在台灣是如何 在美國是如何 在歐洲是如何 我們都可以 來參考一下 好 那所以呢 剛剛介紹的結果 您對於 這個所謂的 軍備競賽 跟所謂的 美國退出 中程飛彈條約 後續的影響 還有下次 如果你要去關島旅遊 可能你可以先去問一下 關島有沒有部署飛彈了 或者是金正恩 是不是真的把他們家裡的飛彈 通通都銷毀了 因為呢 目前 南韓跟北韓 他們要 彼此的促進 和平 要能夠維持一個正常的關係 我想 很重要的前提 北韓說他的核彈 他的飛彈是拿著 對付美國的 但是南韓也會怕怕 所以呢 這個事情 台灣也可以來參考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上午十點 重磅出奇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 每週一到五 傍晚五點鐘 邀請柯志恩 李俊逸 王玉敏 中嘉賓 陪您聊新聞 韓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下午五點 準時收聽 新聞網改版囉 重新出發 謝葉蓉 七點鐘 三十五分鐘早 中廣論壇 好 歡迎再度 回到中廣論壇 我是來自冰東的 窮嘎逼 窮嘎逼中嘉賓 好 剛剛介紹的就是包括綠黨在歐洲發起的一個原因 時代背景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一些歷史上的橋 今天是八月二十二十八號 那可是呢就在前兩天八月二十六號八月二十六號是什麼日子呢 我這裡查到的一個日期 1981年的八月二十六日 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港澳來訪人員的時候 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國兩制大家最近這個議題很熱鬧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就是指鄧小平那時候南巡 表達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會繼續推行社會主義 但是在特別行政區 這裡的應該是指將要回歸的香港 港澳地區 可以維持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 那麼鄧小平覺得呢 以中國和香港 中港兩地的差距 可以在不損害香港的經濟基礎之上 利用一國兩制穩定的收回香港的主權 也就是從英國跟葡萄牙把香港跟澳門交回去 那這只講的是香港 當時的社會主義呢 遠遠落後於香港 的確那時候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是遠遠落後於 那意識形態的距離也很差距很大 因此他願意用妥學的形態 鄧小平可以說是在中國的共產黨當中 是很有名的務實派 他說有幾個說法 但是有時候後來的人會搞錯 把陳雲的跟鄧小平的搞混了 譬如說不管黑貓白貓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然後又有一個說摸死頭過河 大概種種這些後來衍生的 中共領導人的說法就在強調務實 所以鄧小平這樣的務實態度 就提出了一個有別於過去中共領導人的思維 能夠讓在以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下的當時的中國 怎麼樣能夠跟英國簽訂了一個中英協定 能夠將香港收回來 主權收回來 但是又承諾香港跟英國還有其他的國際社會 香港的經濟體制是保持不變的 好了那為什麼說巧合呢 因為一國兩制風波當中呢 也有人家大象打架草皮 踩爛了這個受害者 叫做一方水果行 一方水果行呢 在26號宣布 從26日開始呢 買一送一 不是一國兩制 是買一送一 我們看到一方水果查 他五日呢 在微博表示 他那時候他說什麼 堅決擁護一國兩制 堅決反對暴力罷工 引發了很多台港不同網友呢 其含抵制 有很多的加盟店呢 無辜受到牽累啊 那經過兩個星期的沉澱之後呢 一方水果行搶先推出兩波 買一送一 他說我們不要再談一國兩制了 我們來談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還是回歸到談生意 比較實際 好 那這個是歷史上的巧合啦 但是呢 這個同時呢 我們看到了 到底這樣的一個風波延燒呢 在其他國家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我有注意到 除了中國對於香港 目前的情勢 一個保持高度的戒備和關注之外呢 那中國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的相處 尤其是屬於原來大英國協的國家 其實英國是歐洲的國家 也是上個世紀的強國 但是呢 他在亞洲地區有幾個重要的 包括前殖民地香港 包括前殖民地新加坡 新加坡後來跟了馬來亞聯邦 脫離英國獨立之後 又從馬來聯邦獨立出來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另外呢 還有紐西蘭跟澳洲 這兩個國家目前 還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國 所以呢 在英國的前屬地香港 跟中國目前的緊張關係情況之下 英國除了保持關注之外 英國的大英國協的這些 呃 算是這個盟邦啦 就是香港 不是澳洲跟紐西蘭 是怎麼看待呢 那我們就看到了 就是有關於一個孔子學院 澳洲呢 居然說 宣布這個孔子學院呢 繼美國 關閉更多的孔子學院之後呢 中澳的關係呢 也開始有點微妙了 那這個澳洲的情況 怎麼跟香港之前 我們看到的有些像呢 我這邊看到的一些新聞標題啊 這是譬如說在去年10月21日 那時候我記得 包括那時候中國有發生過 中國的疫苗品質不良 所以中國的父母呢 不敢在中國施打疫苗 都跑到了香港 好 那就造成了香港醫療機構的人滿為患 好 那另外就是奶粉 他這裡說 去年的10月21號 奶粉全被中國代購掃光 澳洲人說 留點給我們孩子吧 大家應該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有點太扯了吧 我記得我喝的奶粉 有時候我們從小到大 看到的這個廣告 都會強調 這個什麼澳洲來的牛奶 是最純淨的 紐西蘭也是 所以照說澳洲是成為亞洲的乳牛 澳洲的牛口 紐西蘭的牛口 紐西蘭應該是羊啦 紐西蘭可能羊比較多 我還記得那個有一個電影吧 是在講南非的事情 就是南非後來跟紐西蘭 在爭世界盃足球的冠軍 然後呢 兩個國家的元首呢 就一時性情呢 就開始打賭了 一邊是紐西蘭說 如果你們南非 先是南非的總統 那個曼德拉 他說 如果你們紐西蘭輸了 你們就把所有紐西蘭的羊 賠給我們南非 好大的賭注 紐西蘭的總理說 那可以呀 如果我們紐西蘭贏了 就把你們南非所有的鑽石 通通賠給我紐西蘭 請問一下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是紐西蘭或南非的總統 要不要賭啊 好 我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在我們的心中呢 紐西蘭跟澳洲 大概是很多亞洲國家 進口奶粉的來源地 怎麼會奶粉通通被買光了 澳洲人還說要留給他們孩子喝 那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說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包括說 從美國要求孔子學院 其實剛剛講到的孔子學院 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孔子學院呢 聽起來它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 那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下面 所設的一個國家漢語 國際推廣領導小組的辦公室 所管理的總部設在北京 它在境外呢 設了很多孔子學院 或者說孔子書院 那它的感覺上呢 它是要去推廣華語吧 其實華語在我們台灣 我們也很常在對外去推廣 我還記得很多到很多國家 他們都說 哎呀 這個你們從台灣來的民意代表 可不可以幫我們募些 這個正體制的書 繁體制的書啦 因為要推廣華文教育 那台灣用的是繁體制 這個 那就說到這裡差別了 這個孔子書院呢 它基本上用的當然是簡體制啦 問題是孔子學院 為什麼在美國之後 連澳洲都要去要求它 要關閉呢 因為美國當然認為 你這個孔子學院 這個 2004年中國設立了這麼多 全國有 全球有140多個國家 設立了500多所孔子學院 那麼有美國的參議員指書說 這個中國 不斷的在干預其他國家 包括透過它的經濟力啦 因此呢 他們認為呢 要把中國 而且這孔子書院的教職員 很多都從中國招聘 那目前 美國對中國是很感冒 雖然他認為 這些由中國送來的人 嗯 可能都很有嫌疑 他們認為呢 這個要 要把孔子學院 認定為 中國的代理機構 那 因為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就談到了 在澳洲 也開始有澳洲的政治人物呢 提出 那麼 在這種情況之下 剛剛講到了 這個 中美的經濟戰 引發了中美 雙方政治上的緊張之外 那 連帶的在 亞洲地區 澳洲也有類似的情況 比如說 呃 目前呢 中國大陸呢 就禁止澳洲的煤炭 力挺華為 華為 在5G的上面 被美國取締 那好像有很多國家都響應嘛 包括澳洲 所以呢 這些響應 制裁華為的呢 中國要給你進行制裁 那你澳洲不只是賣奶粉 以前你們的奶粉都被他買光了 他現在炭 煤炭呢 也對美國的豬肉呢 全面的抵制 好了 那我就看到一個網路新聞呢 大概是指現在 在北京 一公斤的豬肉 要賣到台幣 大概380多塊 說 呃 這個 大陸的人民幣 大概是80多塊錢 好 所以呢 其實你大概會發現 當兩個 過去 有非常 密切貿易往來 彼此的輸出入的金額 或貨物品項 很多的國家 一旦發生了經濟摩擦 兩個官方 政府官方 採取了經濟制裁之後 我跟你加關稅 我不准你進口 那到頭來呢 可能慢慢的損害就發生了 譬如說呢 中國為了報復美國 對中國的很多商品 加增了關稅 那造成中國商品 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那他乾脆 那你讓我中國的商品 賣不了你美國 那我中國也不買你美國的豬肉 結果這一不買啊 豬肉長得很貴 台灣的豬肉 一斤是多少錢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回家問問看 家裡負責 伙食採買的那位朋友 那位家庭成員 到底現在在台灣 我們一斤的豬肉 賣多少錢 可是要再提醒 北京現在因為不進口美國的豬肉 現在一公斤要賣到台幣 三百八十多塊 人民幣大概是八十幾塊錢 所以的確 不要說政治跟我們生活無關 包括這些國際局勢 帶動的經濟的變遷 都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呢 造成影響 所以呢 剛剛我們一開始在談飛彈 後來又談電影 後來談潛水艇 潛艦 後來談電影明星 史恩康納來 這個 不是哈利波特 這個 單左華盛頓 現在又提到說 這個奶粉 孔子書院 到底豬肉現在一斤多少錢 其實呢 其實這些拉哩拉扎的問題呢 都不斷的在提醒我們 其實 現在國際跟國際之間的關係 非常的緊密 台灣的糧食自足率 只有不到50% 因此呢 面對到這一種 國際間的貿易紛爭的時候 我們除了關心 我們自己的外銷 訂單 經濟的景氣 我們要關心到 我們的民生物資 所以在這裡呢 提到豬肉 我是很慶幸的 現在今年的端午節 我們有肉粽可吃 接下來的中秋節 應該你買的 這個蛋黃酥裡面 還是可以放到蝦米 跟豬肉絲 豬肉鬆 這都是因為台灣目前 大概是在亞洲地區啊 沒有被非洲豬瘟 清洗的國家之一 好像最近一個 淪陷的地區是 菲律賓 菲律賓也被 成為非洲豬瘟的疫區 換言之啊 最近如果有朋友 您是到東南亞去旅行 從一開始的越南啊 然後呢 遼國啦 到現在 泰國 泰國是不是 我要查真一下 對不起啊 泰國的朋友 我現在查一下 菲律賓是很明確的 也淪陷的 所以呢 從這些國家 回到台灣的旅客 千萬不要攜帶 任何有豬肉製成的食品 不然的話 你會看到機場 看到可愛的狗狗 在你旁邊蹲下來 這已經是半年前的老梗了 富國神犬 蹲在你旁邊 你就要付20萬 所以我才記得 不久前跟家人 到國外旅遊回來 其實我們去的 不是東南亞國家了 但是呢 要進台灣的海關之前 我們就開始檢查 檢查我們的行李 很擔心呢 我們有帶什麼 有肉的東西 一些東西進來 後來想想 我們又不是去 非洲豬瘟的疫區 我們幹嘛這麼緊張呢 然後呢 等到我們從機場 入境的時候呢 我因為經常走 習慣了通路 我走得很快 我太太就把我後面叫住 說等等 你要拿一個牌子 我說拿什麼牌子 他說你拿這個牌子呢 有好處 因為我們出登機口的時候啊 有人在發這個牌子 我說我們出境又出境 幹嘛拿這個牌子呢 他說你拿 因為他說我說我們又不是要轉機 轉機的旅客才要去拿一個 一個一個識別牌啊 哎 後來還是說 聽我嘴 大富貴 我太太說的對 因為等到呢 我們從登機口慢慢走 走到要進入那個海關檢證 檢疫的窗口的地方呢 我們就看到了有人在收 你手上的一個識別牌 凡是有識別牌的 你的飛機搬機 就是來自於非洲豬瘟的飛翼區 所以你有識別牌的朋友 你就不用在現場排隊等候 第二波的檢疫 也就是說你的行李不用在那邊 被拿出來翻啊 因為我們都台南的手提行李嘛 所以我就發現呢 哎 那些沒有拿牌子的人呢 就被喊過到旁邊去排隊 要經過X光機 要檢查你的手提行李 然後呢 確定你沒有帶違法的違禁的 違禁品進來 你才能進來 所以呢 我發現了 哎 有道理啊 因為以前當非洲豬瘟 剛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杜絕 從非洲豬瘟疫區來的旅客 要一個一個的檢查 那你這樣會不會耽誤到 其他不是疫區的旅客呢 那時候呢 如果依照我在那時候 曾經海外的旅遊經驗 新加坡的機場 它的每個登機口 還包括吉隆坡馬來西亞的登機口 室友是X光機的 它可以從你出飛機的當下 就開始對你的行李進行檢查 可是在台灣 我們沒有這樣的設備 沒想到我們台灣的檢疫人員 就發明了這一步 它就依據開始靠近 靠登機口的班機 只要你是來自非疫區的 你出登機口的旅客 都給你一個識別牌 然後呢 你開始要往海關 往檢驗區去走的時候呢 有識別牌的 就快速的離開 不用檢查你的手提行李 沒有識別牌的 表示你的班機來自於疫區 抱歉 一個一個把行李打開 嘿 這樣想想 的確 這個防渡非洲豬瘟大作戰 真的是需要大家 集思廣益 群澈群力 希望接下來的中秋節 您都有含豬肉鬆的月餅可以吃 我們有個中秋愉快假期 以上評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節目內容歡迎回到中廣新聞網 YouTube頻道收聽收看